我和柳如妍的相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错误 她像个太阳照进了我的生命 但在一起六年 我才知道原来在她心里我只是个调解情绪的物件 她的未来里有挑选好的未婚夫 有前途无量的事业 有一整夜的计划表 而我却从未出现过在她的计划里 或许是她的真心藏得太深 我看不懂 你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清楚吧 我喝了一口咖啡 外面的红绿灯红了又红 人群换了一批又一批 这是她的意思吗 嘿 你 你是不是非得到了黄河才能死心呢 柳又从沙发上坐起身 不嫌不淡地说 我姐这段时间是不是很忙啊 我不怕告诉你 她这段时间在和她的未婚夫忙着交流感情呢 那一瞬间酸涩在心底蔓延 我怎么不可能知道柳如妍这段时间对我的冷淡呢 我爱了她那么多年 她的一丁点变化我都能注意到 柳又见我不说话 眼里露出了些怜悯 纪博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和我姐之间不会有好结果的 大家都是男人 你没钱没事 而我姐她有钱有事 你和她在一起能给她什么 别的不说 你办画展的钱都是我姐给你出的吧 你住的房子 身上的衣服鞋子 手腕上的表 哪一样不是花她的钱 再说了 你们这不对等的关系 我们家是不会承认你的 柳又的话句句实话 可实话往往像把刀 一下一下地刺得我心口疼 这是我和柳如烟跨越不过去的现实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从来都不是图她什么 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相爱 柳又扑斥一声笑出来 满眼的嘲讽 相爱 你真的确定我姐她爱你 是的 我不确定了 如果柳又在前两年问我这个问题 我会坚定地告诉她 我们当然是相爱的 可现在我迟疑 不确定了 我和柳如烟认识 那年我们都刚刚大学毕业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欣赏我的恩师 在老师的帮助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画展成功地开展了 遇到柳如烟的时候 就在那一次的画展上 那个时候柳如烟说 我站在一幅幅画的前面 说着每一个故事的时候 有魅力极了 我只看了她一眼 就再也没有出来 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家里了 她穿着家居服 站在厨房里对我笑音音地说 回来了 晚饭好了 要一起喝一杯吗 我点点头 走过去 从背后抱住她 犹豫片刻还是开了口温 你去相亲了 我能感觉到柳如烟的身体一僵 随后若无其事地开口 你知道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有男朋友还要去相亲呢 柳如烟从我的怀中退了出来 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无奈 我答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我爸的意思 我自嘲地笑笑 望着这个漂亮又熟悉的女人 所以呢 柳如烟 那我是谁呢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我结婚 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会有未来 柳如烟不耐烦地揉了揉眉头 深呼一口气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了呢 可是纪伯达 你我之间就非得结婚才能有未来吗 呵 对 就非得结婚我们之间才能有未来 我目光灼灼地盯着柳如烟 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可她的话却如12月的风雪 刺得我骨头疼 你不是一直都清楚吗 我们不适合结婚 鸡伯达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你为什么非得打破这个平衡呢 平衡 是让我给你做小三的平衡吗 柳如烟上前拉住我的手 柔声哄道 你怎么会是小三呢 我和成颂之间即使结婚也不会有什么 你不要反应那么大嘛 我甩掉柳如烟拉我的手 退后几步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柳如烟 是不是我在你眼里从来都是个玩意儿 从来都不是你的男朋友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把我当作你男朋友看待 柳如烟沉下脸 会暗不明地看着我 你认不清你自己吗 话音刚落 他似乎发现自己说得太过 转而不耐烦地拿起包 从里面抽了一张卡递给我 这里面有点钱 你拿去办话展吧 不要再闹了 我累了 见我吃事没有结果去 柳如烟将那张卡放在了旁边的茶几上 向楼上走去 擦肩的瞬间 我拉住柳如烟的手臂 问道 你还爱我吗 柳如烟冷然地盯着我 一句话不说 我想我是有答案了 我们分手吧 这句话打破了柳如烟再一次想要稀释宁人的局面 他冷笑一声 至于吗 我不就是去想了一个亲 你至于吗 至于 纪伯达 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红着眼望着这个变得陌生的人 大声地宣泄自己的不满 柳如烟 我知道爱情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没有因为感情从而去阻拦你的发展 可现在呢 你忘了什么是爱吧 你从来都没有将我放在平等的这个地位上 你没有用你认真 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感情 我们之间不应该有第三者的存在 任何一方都需要拒绝第三方的介入 现在看来 我们之间早就应该分开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观念 没有办法堵住眼睛塞住耳朵去爱你 我也接受不了没有未来 我顿了顿 深呼一口气 压住嗓子里的苦涩 我们到此为止吧 那天过后 我和柳如烟近半月没有见面 再次见面 是在我画室的门口 他怀中捧着一束向日葵 那是我最爱的话 他说 对不起 他说 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未来的 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了承送 在他马寒期待地问我能不能和好的时候 那双眼和六年前的说喜欢我的眼神重叠了 我再一次地陷入其中 不可自拔 我得承认 我忘不了他 我爱他 但是柳如烟和我都知道 裂痕一直都在 而这一次并没有被修补 和好后 柳如烟似乎又回到之前的样子 他拉着我的手 笑得和之前一样的甜 我打 我买了你最喜欢的那个歌手的演唱会门票 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 我扬了扬眉头 握紧他的手 笑着说 好 演唱会那天 艳阳的天说下起来雨就下起来了 一点征兆都没有 我站在门口看见柳如烟给我发的道歉短信 他航班延误了 没有办法赶回来了 因为海南的大风天气 到底还是我我一个人看完了整场的演唱会 相较于其他粉丝的尖叫兴奋 我站在其中与他们格格不入 演唱会三个小时结束后 我有些担心柳如烟 想问问恶劣天气有没有吓到他 电话响了好久才被接起 清雅的男生从那边直接穿透我的耳膜 柳如烟在洗澡 你稍等再打过来吧 话音落地的那一刻 我犹如跺进无边地狱 久久不能平复内心 心里疼得说不出话 我这边一直没有说话 对面的男人带着一丝了然的语气开了口 你就是柳如烟的那个男朋友吧 我是成颂 我知道他是成颂 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在成颂说话的下一秒 我就清楚地知道了 这个男人就是横插在我和柳如烟之间的那位未婚夫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听到过柳如烟和成颂打过无数次的电话 有时候会把电话开了免提放在茶几上 放在洗手池边上 即使柳如烟认为他自己已经足够的坦荡 和成颂的关系绝对没有越雷直半步 可当真是足够的清白吗 我不清楚 更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我 我是纪博达 短暂的停顿后 还是成颂先开了口 我知道 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 我不想和你绕弯子 我不在意柳如烟身边有什么男人 我也不是非得和柳如烟结婚 但是对柳如烟来说你对他毫无用处 而我就不同了 我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 是吗 成先生就那么自信 柳如烟一定会选择你吗 看来不是那么自信啊 真正自信的人是不会强调自己的用途的 我顿了一下 深呼一口气 对了 麻烦成先生转告一下柳如烟 今晚我在家里等他回来 挂上电话的下一秒 腿上突然一疼 撑住墙才勉强站稳 手心的戒指盒落得我的手疼 我想今晚柳如烟或许会回来 在我和柳如烟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的腿以及右手又再一次疼了起来 这一次的疼没有像之前一样短暂的就过去了 我颤颤巍巍的打了120的电话 随后下意识的想拨给柳如烟 可这个时候他应该也在忙吧 周童赶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 他接到我的电话 第一时间从新加坡赶了回来 有了他 一系列的检查单子也有人给我跑腿了 检查过后 医生越发严肃的表情 让我心跳加速 我想问一些什么 可医生只是单独的将周童叫了出去 看着周童红着眼掩饰 我悬着的心突然放下了 是骨癌吧 周童念落着嘴唇 低着头不说话 白墙窗外飞来一排小雀 直直叉叉地叫着 我早有预感的 我的父亲死于骨癌 前段时间我的关节开始肿大 刚开始我以为是画画时间太长磨出来的 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我站着身体都会让我的脊椎骨开始疼 短暂的沉默后 周童收起情绪问我 柳如烟呢 还没回来吧 我给他打电话 把他叫来 我按住周童的手机 淡淡一笑 他忙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要打扰他了 等有机会我会和他说的 周童复杂地看着我不再多说 在医院的一个星期 柳如烟没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陪伴我的除了我找的一个护工 也就只有周童偶尔抽出时间来看看我了 在周童去我家给我取衣服的这天 我的确诊报告终于出来了 医生再三问我是否要家人陪同 我笑了笑说 没关系 没有家人了 是脊柱癌变 转移性骨肿瘤 恶性 医生看了一眼我的病例 安慰道 配合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那一刻 我特别特别想见到柳如烟 想抱抱他 想从他的身上汲取一些能量 一些能够支撑我活下去的能量 变化接通 那边的喧嚣声吵得我耳朵疼 博答 我将心底的悲凉藏住 如烟 你在哪 我想见你 柳如烟似乎是换了一个地方 那些吵人的声音也渐渐模糊 博答 那天我不是故意的 我和程颂只是恰好遇见 后面我想给你打回去 但是又恰好有事 我打断了他的话 没关系 我想见你 你在哪 柳如烟那边还没说话 就传来程颂的声音 如烟 到我们敬酒了 快来 我争住片刻 强忍着心底的酸涩 再一次问出 你在哪 短暂的几秒 柳如烟说 在北京 柳如烟和程颂都是北京人 但是柳如烟的公司在上海 那我是不是要恭喜你了 柳小姐 订婚快乐 隔着屏幕 我看不到柳如烟的表情 只是再一次听到程颂的催促 通话静默了几秒 被挂断 周同来的时候 我站在病房门口等他 他快步走来 避开我伸过去的手 你怎么出来了 不用 我自己能拿 我跟着他进去 看着他将手上的东西一件件收拾好 周同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吧 我和周同是高中同学 后来一个大学不同专业 我是学艺术的 他是经济学 两个八杆子够不着的人 怎么成为的朋友呢 是高二那年 我爸骨癌治疗的那段时间 遇到了去医院找家长的周同 才知道原来我爸的主治医生 是周同的妈妈 少年的情意热血深厚 我父亲离世后 周同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是啊 算下来得有个十一二年了吧 是啊 十几年了 你问过阿姨了吧 我几乎没有痊愈的可能 脊柱癌变 甚至都没法截肢保命 周同转过身问我 所以你想做什么 果然最了解我的人还是他 我攥紧双手 不卑不喜道 出院吧 这个病我活不长了 周同清楚 我也清楚 与其在医院接受一场又一场的化疗手术 不如坦然接受死亡 出院后 我关到了一切联系方式 我没有家人 我的父亲早早的去世了 我的母亲也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去拖累他 大理的天格外的蓝 辗转多地 我赶在我彻底站不起来之前来到了大理 在这里我想要画完我人生中最后一幅画 我想要周同离开的 让他亲眼目睹我的死亡太过残忍 可是他不愿意 只是避开我远程办公 空闲时间开始求神拜佛 希望有人能来救救我 随着病情的加重 我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疼痛也从间断性变成了持续性 止痛药大把大把的吃着 在一天早上我发现我彻底的站不起来了 周同如同往常一样来喊我起床 我却连个转头都有些费劲了 周同这一天还是来了 原本站在床前的周同 刹那间眼泪落在我的手上 我想对他笑一笑 可是心底的苦也让我笑不出来 我们早就有想过这一天不是吗 别难过 只是可惜了我的画五个月了都没有画完 来大理已经五个月了 从确诊几株骨癌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 我和柳如烟已经结束了七个月了 看来死之前我是没法再见他一面了 这样也好 那天晚上 我瞒着周同将脖子狠狠插进竖起来的美术刀上 幸运的是一下子就准确地破开了我的颈动脉 让我少说一些罪 脖梗的疼远远比不了骨癌的疼 从身体里解脱的那一刻 我觉得轻松极了 终于不用再一遍遍被那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了 周同推门而进看到的就是青岛的轮椅 遍地的鲜血 以及那个早已没有呼吸的我 按照我的想法 周同将我的骨灰撒在了北海的一处海域的深海处 那个无人问津的深海成了我最后的归宿 处理完我的后事 周同返回上海 在他回到上海的当晚 柳如烟就找上了门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漂亮 白色之性的西装套裙已经有了雷厉风行的一面 和我最开始见到的那个女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想了想发现我已经忘记了第一次见面时柳如烟穿的是什么衣服了 周同看见站在门口的柳如烟 从车上下来就依靠在车边嘲讽地望着他 把大忙人给吹来了 柳如烟下了几步台阶走到周同跟前 我找不到纪伯达了 你知道他在哪里吧 哼哼 纪伯达走了半年了你才想起来找他 您这反射弧是不是太长了 我离开了半年 我不知道柳如烟这半年都在干些什么 但是如果他当初想要找我的话 还是可以的 昏暗的天色下 我看到了他右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即使不在人世了 心底的酸涩感依然很强烈 我一直在找他 显然周同也看见了柳如烟手上的戒指 他吃笑出声 你来找你的前男友 你老公难道不会介意吗 我印象中 陈颂可不是什么大方的人 柳如烟察觉周同看向他的右手 低了低头 我想请你告诉我 纪伯达在哪里 或许隐瞒在这一刻 并不是什么好的报复方法 周同从车子后备箱里 取出一个文件袋 递给柳如烟 柳如烟不明所以的打开 袋子里装的是我的死亡证明 火化证明 被搅烂一搅的身份证 厚厚的一家病例 以及我生前的一些物件 最显眼的是一对 装在透明分装袋里的一对婚姐 柳如烟当场愣在原地 瞳孔猛地收缩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他快速地翻看手上的资料 那张死亡证明上的 自杀格外的醒目 看到了吗 脊柱癌变 恶性 没得治 就连截肢都救不了他 我看见柳如烟痘大的眼泪 砸在手上的纸上 这怎么可能 他 此刻他仿佛什么梗住猴头 言语未尽便断了 你想知道 博达是怎么死的吗 周童一屁股坐在花坛的石头阶梯上 点燃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 渐渐模糊住了周童通红的眼睛 他哑着嗓子 断断续续地告诉柳如烟 他是自杀 用你曾经送给他的那把美术刀 因为是脊柱骨癌 被查出来后就是恶性了 查不出发病原因 准备来说是激发性恶性骨肿瘤 又叫做转移性骨肿瘤 脊柱上的肿瘤 渐渐地转移到他的腿上 他先是腿疼地站不起来 接着是全身疼地直不起身来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大把大把的止痛药根本不管用 最后他的脊柱上的肿瘤 在彻底压迫脊髓 从而瘫痪 在瘫痪前 周童将烧到手上的香烟掐面 他自杀了 用尽力气将轮椅推倒 那把美术刀正好刺穿他的颈动脉 柳如烟在确认我确实死了之后 就瘫软在地 他满眼通红地一遍又一遍地 看着手上的资料 久久沉默后 周童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望着 瘫软在地的柳如烟 你知道吗 在纪伯达自杀前的前七个月中 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救他的 只要你找到他 他最后都不会自杀的 柳如烟 你知道的 他那么爱你 为了你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他自己 你们刚在一次的时候 你说不能接受一地恋 所以他放弃了他老师的邀请 放弃求学 哪怕他从来没说过遗憾 可是我知道在他珍贵的爱好上 和真爱的你这边 他永远都是选择你的 他确诊那天给你打去过电话吧 柳如烟猛地抬头看向周童 我看见他眼里的迷茫 以及说不清的痛苦 什么 那天我站在墙后 听见纪伯达助柳小姐订婚快乐 那是纪伯达确诊的日子 也是放弃治疗的日子 柳如烟 你活该失去最爱你的人 我为了纪伯达不值 周童转身离去 他身后的乌烟声越来越大 柳如烟白色的衣裙 就这样跪坐在地上 紧紧攥紧手上的文件带 一声又一声的哭出声 可我的悲伤没有办法宣泄 我站在柳如烟的身边 想给他擦擦眼泪 想将他扶起来 更想问问他是否还在爱我 可这些我通通都做不到了 我是怪他的 怪他这几年一直爽我的约 怪他越来越不爱我 和柳如烟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 他的家境 我们住在不大的房子里面 相互依偎 那个时候我给柳如烟说 以后我一定会给你换个大房子 柳如烟搂紧我的腰 笑着说 我不在意这些的 那个时候他眼里的爱意太深 我几惊溺亡 后来我知道了柳如烟的身份 我才知道为什么 他不在意我对他的诺言 因为他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 最开始的时候我都有不习惯 可是柳如烟说 这些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隔阂 什么时候这些东西 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呢 是在一起五年后 他事业越来越忙 回家越来越少 我越来越不懂他的时候 那一年我们吵了 我们在一起的第一次嫁 相爱的人最知道怎么去戳痛脚 柳如烟说 纪伯达你太过理想主义了 你的故事都偏离了现实的轨道 在这个社会上 经济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第一次见面 他明明说喜欢的 就是我的每一幅画每一个故事 他说我站在画前 讲故事的时候有魅力极了 后来柳如烟给我办了一个画展 往日高高在上的老板们 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变得点头哈腰 恭维极了 这一次我清楚明了地感受到了 我和柳如烟之间 那跨越不过去的山海 柳如烟不加掩饰的撑腰 像极了给手中的猪雀买面子 买我的画的人不再是因为喜欢 而是因为我是柳如烟的男人 是男人 不是男朋友 柳如烟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 我是他的男朋友 亲人的标签就这样狠狠地烙印在我的身上 可是我相信这些流言蜚语 会在我们结婚那天通通消失 有的时候老天特别爱开玩笑 我计划着和柳如烟求婚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和程颂宣布联姻了 我像是的笑话 被定在说不清的身墙里 柳又找到我的那天 柳如烟应该是在和程颂去了西班牙 他和我说是去为了工作出差 可程颂的朋友圈却明晃晃地出现了他的身影 他笑得明媚 好看极了 明明他有很多次机会和我解释的 可是偏偏一句话都没有 周童到底还是给我办了一个追思会 就在我的第一次办画展的地方 我站在我的照片旁边 看着一个又一个来追到的人 没有多少是我认识的人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的老师红着眼来了 他站在周童旁边 气不成声 老师环顾四周 没发现要找的人影 博达的那个女朋友不在吗 周童搓了搓手指 分手了 什么时候的事 博达之前给我发邮箱的时候 还告诉我他要和他的女朋友求婚了 应该是在那次求婚没有求成之后吧 他查出骨验 给柳如烟打电话 柳如烟那天和别人订婚了 老师沉默几息 叹了口气 有缘无分吧 是啊 有缘无分 所有的分开都可以被有缘无分粉饰太平 门头突然进来一个人 在周童耳边耳语一句 他转身就出去了 原来是柳如烟来了 他今天依然穿着得体 可脸上的粉盖不住的是他的黑眼圈 以及通红的眼睛 很明显周童拦下了他 柳小姐走错地方了吧 柳如烟笑容苦涩又凄凉 让我送他最后一程吧 周童冷哼一声 以别人未婚妻的身份来送前男友 你能不能不要来恶心他 我退婚了 现在我只是以记不答爱人的身份来的 退婚 原来你也不是非得结婚啊 人都死了 你退不退婚 关一个死人什么事 柳小姐走吧 我不希望他最后一程多走得不安稳 周童 求你了 往日高贵的人 这是折了腰 可是 晚了 不是吗 柳如烟 这里面只有一张纪博达的照片 他的骨灰在北海一处海域的深海处 周童到底还是没有忘记对我的沉默 我在北海给柳如烟留了个礼物 柳如烟赶到北海 那个我留给他的小房子里面 只是一个小小的一居室 一居室的客厅茶区上 放了一封我留给柳如烟的遗书 以及一段录像 我看着柳如烟颤抖着手将信封打开 滚烫的眼泪模糊了遗书上的字体 柳如烟 见信安 想来你见到这一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了 没关系 我只是想问问你 第一次见面你是因为喜欢我 还是因为喜欢我的话 柳如烟痛哭出声 可即便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我的这六年里 柳如烟对我的喜欢有多久 到后面我感受不到他爱我了 似乎我对他而言更像是生活的调味品 可有可恶的存在 手机铃声打断了柳如烟的悲伤 柳如烟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要说不结婚了 是承颂 不想结婚我还需要给你个理由吗 你 柳如烟打断承颂的话 承颂 我们之间最多只是合作 你不要过界了 呵呵 我知道了 是你的那个小情人死了是不是 你幡然醒悟 不愿意和我结婚了 你闭嘴 姬伯达是我的男朋友 不会吧柳如烟 你不会不知道吧 圈子里谁不知道姬伯达是你的小情人 你从来没有在面子上承认过 他是你的男朋友 那你恐怕也不知道吧 很多人可都当着姬伯达的面 喊过他小金丝雀呢 你想说什么 你不会那么不理智吧 一个拿不出手的小情人死了而已 再换一个就是了 何必取消婚礼呢 原来在你们看来 我和姬伯达是这样的关系 承颂停顿了几秒 不怀好意的继续开口 不 不是我们看来 是你自己也这么认为不是吗 我们都是一种人 柳如烟 你从来都没有准备和他结婚 他对你来说 是从来不会出现在你的未来计划上的 你不是不知道那晚他明明准备给你求婚的 是你不想拒绝他 又不想和他分开 所以假装飞机延误 甚至那个电话都是你让我接的 不是吗 一直践踏他的真心 侮辱他的人从来不是别人 是你 柳如烟 原来是这样 原来柳如烟知道 那天我是要和他求婚的 原来那天他回来了 原来那天他是故意的 柳如烟挂了电话 就坐在那里 久久没有起身 我有给他的那个视频 他也没有打开看 第二天他去了那处海域 去了我彻底消亡的地方 北海是我和柳如烟 第一次出去玩来的地方 柳如烟说 博达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是你陪我来的第一个地方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好不好 可是除了第一次我们来到这里 再也没有来过 柳如烟久久地助力在游艇上 看着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说 我不知道他在想一些什么 但是也没有意义了 不是吗 太阳落山了 柳如烟看着平静无波的海面 第一次见面 你要演急了 他看着虚空 喉咙哽咽起来了 嘴唇也忍不住地哆嗦起来 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声音 可泪水还是控制不住 顺着脸颊落了下来 是和我在一起的这些年 泯灭了你 对不起 你要演的光是被我亲手浇灭的 从北海回来后 柳如烟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 他雷厉风行地收拾公司里的一切事物 强势地要求要给我立一个墓碑 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 他将他的名字刻在了我的墓碑上 柳又不理解他 劝他 姐 何必呢 柳如烟将手上的鲜花放下 是我最爱的向日葵 你也找过他是吗 我看见柳又心虚地看向别处 其实我从来没有怪过柳又 他只是实话实说 姐 我 只是告诉了他 你们之间不可能的实话而已 实话 为什么我们一个两个都这样的自以为是 都这样的 以为我们和纪伯达之间 有着不可跨越的横勾呢 我是 你也是 程颂也是 爸妈也是 是我对不起他 是我对不起他 柳如烟的善心 男子主张到底还是招来了柳家父母的不满 柳爸爸一个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了 程颂哪里比不了那个小花家 死了就死了 你天天这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给谁看呢 原本沉默不语的柳如烟 像是被踩到了痛脚 他红着眼看着柳家人 惨笑一声 是啊 我就是蒙了心了 程颂他配合纪伯达放在一起笔吗 是我 如果不是我蒙了心和程颂订婚 他就不会放弃治疗 如果不是那几个月你们要求我尽快掌握家里的生意 我也不会不去找他 如果我去找了他 他是不是就不会自杀了 是我的错 是我招惹了他 又抛弃了他 柳如烟大声的吼叫 似乎为我的死亡找一个借口 能让他心里舒服一点的借口 他全身的力气仿佛被全部抽空 捂住胸口弯下了腰 一滴滴眼泪落在地上 我越来越飘渺 自从柳如烟从北海回来后 我看他的时候就像是隔着飘渺的烟雾 看不清 柳如烟回到了北海 并居在了那里 那个一直没有被打开的视频也被打开了 那是我准备给柳如烟求婚释放的视频 我喜欢记录生活 我是孤单了 从小就是 父亲母亲在我年少时离婚 接着高中父亲去世 徒留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周童的出现照亮了我的一半天 可是柳如烟的出现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 刚开始他的爱明亮耀眼 像个巨大的漩涡 带着致命的吸引力 他漂亮 自信 有着很强烈的爱人能力 最开始的爱太过深 让人久久忘不掉 所以一旦这个爱变淡了 也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视频中是我们每一年的纪念日都会拍的视频 每一个视频最后我都偷偷的说 如烟 我想娶你 柳如烟窝在沙发上捂着脸哭出声 视频还在继续 如烟 一周年快乐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如烟 六周年了 但是你今天在忙 不过我不怪你 因为 视频中的我拿出准备好的婚戒 笑着的看着镜头 因为我准备给你求婚了 如烟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年我都想娶你 视频的最后 是久经病痛折磨的我 坐在轮椅上 眼窝凹陷 嘴唇发紫 那是我感觉到自己不好之后录的视频 我记得那短短几句话 我一直在喘着粗气 断断续续的说完的话 柳如烟 我不想再爱你了 太痛了 视频结束 柳如烟早已泪流满面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来回飘荡 我的死对柳如烟来说 来得突然又刻骨铭心 就像是当初我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如今也猝不及防地消失在她的世界里 我还有最后一件要送给柳如烟的礼物 那个被我放在了大理的寄存处 周同告诉柳如烟 伯达给你画了一幅画 他本来打算死之前画好一块 放在北海的那个房子里的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 柳如烟 强忍住心底的荒芜 问周同 他到底为什么自杀 打火机点火的声音传来 你忘了吗 如果你们不分手的话 那天应该是你们的七周年纪念日 他在的那段时间 一直都在等你 柳如烟到了大理 看到了我最后日子待的房子 散落的画笔 被当作凶器的美术刀 还装在密封袋里 那幅没画完的油画 赫然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柳如烟 蓝色的连衣裙 青春又名艳 只不过这幅画没有被画完 就连旁边的题字也仅仅只写了一句 不知江月代何人 后面的这几个点 是想说什么呢 我忘了 柳如烟再一次回到了北海 他喜欢每天坐在小院子里 看着远处一句话都不说 柳又来找过他很多次 四次都遗憾离开 就连柳爸爸也来找他 他也没有松口 直到有一天 一个和我几分像的中年女士 找上了门 那是我的母亲 妈妈和爸爸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不爱 我从来没有怪过我的母亲 她也从来没有对不起我 妈妈看到柳如烟的时候 就红了眼眶 她说 我见过你 博达之前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她一定不希望你现在这个样子 回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吧 是的 我不希望 因为我已经彻底不爱了 无论柳如烟还是谁 这个世界上 我已经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了 柳如烟回到了她该回的地方 她的生活终于再一次步入了正轨 我的痕迹 也逐渐从柳如烟的人生中抹去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 也慢慢地消失 有一年清明节 柳如烟将向日葵放在我的墓前 她站了很久 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这一年 柳如烟56岁 她单身了一辈子 公司门口 柳如烟被一个小姑娘不小心撞到 小姑娘连声说着对不起 突然从后面跑来一个男生 慌乱地问女孩有没有事 男生抬头看向柳如烟的那一瞬间 柳如烟的瞳孔放大 那个男生赫然长了一张 和我一模一样的脸 柳如烟站在那里 看着轻易的两个人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全文完 三个人越走越远 小姑娘满